锋利的刀子切割下一大块鲸肉 厚重的鲸鱼脂肪 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刀子切下的同时 鲸肉滋滋冒用 因鲸鱼肉自带咸甜 烹饪的同时 不需添加任何调味料 寒冷的天气 吃上一口滚烫的脂肪 能为身体带来充足的热量 作为北极最后的英勇特人 他们一直保持着传统狩猎 今天的目标 是一头巨大的宫头鲸 为此 猎人已经遵守了半个月的时间 随着全球变暖 冰山大量融化 这也加大了捕捉的难度 为了躲避凌厉的海风 他们堆起血块 用来遇汗 此时一头宫头鲸 缓缓露出水面 巨大的尾棋一晃而过 对于苦等半月的英勇特人来说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为了不被宫头鲸察觉 他们用船桨滑动前行 此时的鲸鱼 还不知危险已经靠近 猎人们朝着鲸鱼快速逝去 只要英勇特人能够顺利进身 宫头鲸基本没有逃脱的可能 到此鱼叉狠狠地刺向鲸鱼 巨大的浮飘 不给鲸鱼挟迁的机会 用冰钻在冰面上 凿出两个窟窿 用来固定滑轮组 由于没有大型机械 要想将宫头鲸托上岸 只能依靠人力 巧妙的滑轮组 能产生巨大的拖拽力 这是一场团队之间的协作 随着绳索缓缓移动 以致重达四十吨的鲸鱼 被拖拽上岸 众人欢声雀跃 记录着丰收的时刻 部落里的孩子 直接坐到鲸鱼背上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孩子们对鲸鱼的味道 充满着好奇 由于鲸鱼太大 无法直接打包带走 猎人直接选择原地分解 分立的刀子 切开鲸鱼的表皮 里面粉嫩的脂肪 便显露出来 但从肉质来看 这头宫头镜的品质 绝对算得上优质 虽然现在捕捞鲸 已经明明禁禁止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而分解的过程 也是相当的解压 有了这条40吨的宫头鲸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它们不会再被食物而发愁 鲸鱼的脂肪非常柔软 猎人将分解的长条 整齐排放 为了庆祝丰收的一天 它们会将优质的 鲸鱼肉挑选出来 能看出鲸鱼的脂肪 足足有20公分 切割的同时 也在滋滋冒油 此时帐篷里 已经开始了烹饪 根口精自带咸甜的味道 在烹饪的同时 不需添加任何调味料 经过10分钟的煮制 热腾腾的鲸鱼脂肪已经出锅 忙碌一天的猎人 纷纷上肩品尝 由于鲸鲸特人 长期生活在北极 基本都靠鲸鱼和海豹肉卫生 外面的食物 很容易让它们患上疾病 原始的鲸鲸特妇女 因长期撕咬海豹靴子 导致牙齿提前脱落 相比于原始的鲸鲸特人 鲸肉中的鲸铁铁 让它们的牙齿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谁能在寒冷的天气 拒绝一块滚烫的鲸鱼肉 软弱香甜的口感 让人回味无穷 它们也会将多余的部分进行猪肉 而欧洲人则将鲸鱼肉 吃出了新高度 它们一般不会选择煮制的方式 为了保留鲸肉的最大纤维 它们会采用腌制的方式 这便是腌制好的鲸鱼脂肪 随后又拿出一块黑色的东西 众所周知 鲸肉体内的纤维呈黑色 经过腌制后 其颜色和煤炭一样 视觉上的色泽 让人很难提起食欲 吃起来的口感 也是绿性甘色 胆滋滋冒油的脂肪 却能完美搭配 微咸中带有一丝甜味 顺滑的脂肪入口即化 两者搭配可以做到肥而不腻 剩下的大块脂肪 直接放到锅中炖制 出锅后的脂肪 油乳奶油蛋糕 轻轻地切下一块 和鲸肉搭配在一起 吃上一口 味蕾瞬间得到极大的满足 如此的美食 你要不要来上一口